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幾天全世界的焦點在於一台飛機 這台飛機其實跟一般的噴射科機不一樣 他是用太陽能 產生的飛機 所以基本上在這種飛機來說的話 他不是一般的噴射科機 他完完全全用到我們這個地球 接受到太陽的一個能量 那當然他有一些除電的一個系統 他開始是有人來做的 所以昨天來說的話在阿布達比 升空了這是一個 很令人很雀躍的一個新聞 就是告訴大家其實這個面對這個氣候變遷有很多事情可以改變 像這個來說的話就是一個新的方式 新的能源利用的方式 我們的確可以用到一些太陽能 或新的方式來改變這個 這個原有的一個習慣 那這種太陽的飛機他其實也可以做很多方面的一個監測 他可以長時間在大氣裡面 用不著花到很多的油料 所以這個是一個完完全全一個革命性的一個進展 也請大家多給一點關心 他飛在阿布達比 中東的國家的這個地方 開始升空了 那他什麼時候要飛呢 他的目標這次來說的話 他大概就是要繞地球一圈 大概有 三萬五千公里遠 他昨天是從阿布達比起飛 然後慢慢的預計往東飛 會經過這個中國還有南京 然後接下來橫越太平洋 到哈娃伊 然後到美國 鳳凰城 然後到紐約 又橫跨這個大西洋 所以這個 很令人期待 這是一個新的進展 希望他可以順利成功 特別是他飛的是 一般 維度較高的 高維度地區 因為這個時候 春天來說的話 那邊系統很多 他走的是比較偏次道附近 或是中微低維度的一個附近 所以後續呢值得我們的觀察 各位可以上網 去看一下飛機飛到哪裡去了 台灣天氣 今天好冷 好冷好冷 這有多冷呢 其實體感溫度呢 只有各位數字 今天清晨淡水到了10.8度 其實不算是特別冷 以前還有下雪過 在這個高山地區下雪過 再次來說的話 沒有下雪 東北風的影響 冷空氣加上有些水氣 所以北部今天雨都下的特別多 目前來看的話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不會像昨天那麼冷 但是還是有一點冷的感覺 那另外呢 就是說 各位要特別關注 就是說在離菲律賓 大概有3000多公里的地方 有一個熱帶性低氣 很有機會在未來一兩天 發展成為今年第3號的颱風 3月有颱風不稀奇 但是請大家多留意 有可能變成颱風 那另外呢 今天來說的話 雨量就是因為吹東北風的關係 北邊這邊很多的水氣 又吹東北風 所以各位來看 這個雨勢呢就有漸進式的一個分布 吹風面比較多 然後其他部分很平均的一個一直在下 那這樣的下呢 其實對水庫是有幫助的 不過很可惜 桃園下的不多啦 只有可以說是 離這個要解渴 還有很大很大的距離 那預計呢 這個風 冷風過去 東北風過去之後 很快的高壓東移 就會慢慢的回溫 大致上下禮拜天氣 還不錯啦 當然有一些 北方的封面會這樣稍微通過 是不是經過台灣還有待觀察 但是這個時候呢 其實 預計溫度就開始回溫了 各位來看到了這個下禮拜 預計可能是下禮拜 颱風就可以被看到了 在我們的這個眼界裡面 範圍裡面 台灣明天來說的話 還是容易有雨的 預計北部還有 中部的山區 容易有些局部的震雨 不過雨勢應該會比這兩天 稍微零星一點點 五六日各位來看 其實大概呢 都是屬於好天氣 請大家 可以期待 那東北風的部分來說的話 這兩天還真的還蠻強的 預期也在減弱當中 未來的風勢 會明顯的一個減弱 這次來說的話還不錯 就是說空氣污染 因為水氣比較多 空氣污染沒有那麼的嚴重 水氣把這個空氣污染 雨除掉的 那至於溫度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最近來說 北邊的溫度 對我們來說是有點冷的 但是事實上南方 這一波冷的 真的還蠻徹底的 你看我們台灣 禮拜四預計明天的溫度 只有12到15度 比今天回溫個1度左右 回溫比較大的就是禮拜五 禮拜五15到24度 禮拜六禮拜天 其實溫度 天氣都不錯 請大家好好的珍惜 未來的天氣 其實大致上 大概有7到10天是不錯的 南部的溫度 就稍微降一點 19到25度 但預計到了周末之後 就會回到春暖花 開心的溫度了 這兩天是有點涼 有點冷的感覺 我們給大家建議 冷空氣還有水氣 盤踞於台灣北部 持續濕冷 有雨的天氣 那周五開始呢 就開始 緩而回溫了 請大家呢 留意下一個 熱帶地下的發展 有機會發展成為 今年第3號颱風 了解 了解 了解